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再就是这个亡灵刚过世的时候 请人办这个叫往生祝念 我们新加坡很多祝念谈 其他国家也有些净土往生祝念 那么因为他这个神识四天之内不死 所以他是可以听闻的 一旦入心了 他发愿往生就帮到他了 这是有用的 但是需要持佛号者持对 就是要在心中念佛入心的人 因为他死了以后 不是他的耳根什么这些都不行了 但是他的心不昧 就是自己的灵魂的那个灵根 灵心是不昧的 这是他是金刚的 不生灭的嘛 所以如果念佛人能用心念佛 跟他的心沟通 这就可以沟通上去了 这个真正的能够帮他消业长 这是一个 再一个他有愿力去极乐世界 你可以帮他助力 送他去 那这个是在中阴这个救度里面 将来我会给大家细讲 在这我们就不细讲了 但是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